这是传说,传说这片星空原本不是这样,传闻是苍茫老祖悲伤,在埋葬了一些人后,将星空化作了苍茫去陪葬。 你看到的那座城就是曾经的圣人城。 老九,按照你之前看到的那条路,带我们走过去,那条路才是正确的明宫之路。 掌教至尊轻叹,喃喃低语,他所说的传门四周很多人都听说过,而孟浩却是首次听到。 他沉默片刻,想起了在那鬼城的世界里看到的在第九大路上的身影。 孟浩思索片刻,点了点头,回头看向远处。 对比之后,当先待步,其他众人跟随在他的身后,在这虚无的星空中直奔远处。 开始时孟浩需要仔细思索,可渐渐的,一个时辰后,孟浩越来越快,而他们之中再没有任何人出现之前的诡异死亡。 似乎他们所在的路,的确如他之前看到,没有任何鬼魂。 第六与第八至尊二人也难以再说些什么。 至于其他几位至尊,此刻都目露振奋之忙,眼看众人似乎距离那第一片大路越来越近了。 可就在这时,突然的,这四周突然出现了冰寒的气息。 这气息刚一出现,立刻被众人察觉,可还没等他们反应,这气息轰然间爆发,刹那就浓郁了百倍千倍,万倍之多。 整个四周瞬间笼罩无穷的冰寒,更是在这冰寒中还存在了树谷,哪怕是孟浩也都心惊, 哪怕是那位长教至尊也都神色大变的气息。 孟浩脚步一顿,他身后所有人立刻都停顿下来,神色都起了变化。 孟浩,你做的好事。 那第六至尊面色难看,此刻不在乎彼此的脸面,直接吼出了孟浩的名字。 盖茨,你不是在带路,你是要害死我们所有人。 那位第八至尊也皱起眉头,看向孟浩时带着沙棘。 其他几位至尊也都神色阴冷下来,各自修为丧感。 够了! 长教老者低吼,他心底也在叹息,此番道来毁于一旦,此番他们这些人就算是能回去,怕是也会受伤。 至于那些八元至尊,就看造化了。 尤其是四周的气息里,那几个让他也心惊的波动,更是让这位长教老者心底暗叹。 第一次的计划取消,立刻杀出去,下一次我们准备更充分一些,再来此地。 他说完正要退后,第六至尊与第八至尊狠狠地盯着孟浩,上官红身为第七至尊也叹了口气,可就在这时孟浩忽然开口。 等一下,他目露其忙,话语一出,第六至尊猛地转身,死死地盯着孟浩,嘴角露出冷笑。 你要干什么?莫非眼看我们要走还不让?真打算在这里将我等逼死? 孟浩,你早就心怀不轨,吞噬了第九至尊,真以为我们不知道吗? 闭嘴! 老九,此时罢了,也是老夫之前没有交代清楚,我们之后再来就是。 掌教老者虽也憋屈,可还是如此开口。 不是,我觉得这些鬼魂似乎对我没有恶意。 孟浩没有理会第六至尊缓缓开口时,他眉心的第三幕瞬间睁开。 几乎在睁开的刹那,那位第六至尊立刻低吼。 他居然还敢开道,嗯! 这第六至尊话语刚说完一半,如被掐住了嗓子,瞬间停顿,睁大了眼,看向四周。 他可以感受到,这一刻四周的那些寒气内,居然透出了一丝沉浮的波动。 甚至那些其中强悍的,让他都警惕的存在,一样在这一刻,似乎沉浮。 不但是他发现,所有至尊都在这一刻发现了端倪,都露出了无法置信之意。 而梦浩这里,此刻在他眼中的世界,他的四周存在了无数的鬼魂,这些鬼魂此刻极其跪拜下来,向着他跪拜。 放眼看去,无边无际,如同海洋的波涛,一片一片陆续跪拜。 震撼八方,他们之前的疯狂没有杀击,他们之前的追赶没有恶意,他们是感受到了他们的大地的气息。 这,尽管无法亲眼目睹,可身为至尊在气息的感受上极为敏锐。 这一刻,梦浩身边所有的修士,都全部清晰地察觉到了,这片冰寒气息中透出的沉浮。 第六至尊睁大了眼,即便以他的修为,以他的定力,此刻也都倒吸口气,露出震撼。 其旁那位第八至尊也是如此,无法置信自己所感受到的这一幕幕。 其他几位大都如此,一个个目露齐盲,目光落在梦浩身上时,这一刻,梦浩带给所有人的震动如惊天动地,超越了之前梦浩与第六至尊一战。 那位掌教老者也都深吸口气,看着四周,又看着梦浩,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无论是曾经还是方才的选择,此刻看去都是正确的。 即便是真正的第九至尊,也决然无法做到这一点,这已经不是盗墓所能起到的作用了。 从这一刻起,这位掌教老者对于梦浩的身份,再没有了丝毫去猜测,真真正正的认可。 你之前就可以如此,偏偏此刻才这样,你…… 那位第六至尊下意识地开口,他隐隐觉得不妙,四周的其他几位至尊此刻居然都与他拉开了一些距离。 他话语刚出口,还没有说完,一声冷横从梦浩那里传出。 闭嘴! 梦浩漠然转头,冷眼看着第六至尊。 他声音不强烈,可却有无尽的冰寒,让那第六至尊心神一颤,正要再说些什么时,忽然的,他面色刹那大变。 不但是他面色变化,一旁的第八至尊也是倒吸口气。 这一刻轰鸣间,随着梦浩的声音仿佛君王一怒,臣子皆分。 四周八方所有的鬼魂全部抬头,发出了凄厉的嘶吼,猙獰之意滔天,齐齐看向他们的世界里的第六至尊。 这一幕第六至尊看不到,可却感受极为强烈。 他的话语生生地咽下,身体下意识地后退几步。 面色苍白,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让他心神轰鸣滔天。 他有种无比清晰的感觉,这一刻的自己,生死似乎在那梦浩的一面之间。 这怎么可能?他,他不但能让这里的鬼魂沉浮,更可去操控?这,这不可能。 第六至尊颤抖,呼吸急促时,掌教老者走出一步,看向梦浩。 老九,略施惩罚就可以了,既然大家都是志同道合,没有必要内耗下去。 梦浩沉默,冷眼看了第六至尊一眼。 以后本尊说话的时候,你记得要闭嘴,否则的话,我不介意让别人取代你的第六至尊的地位。 梦浩声音传出,那位第六至尊面色苍白,眼中有怨毒,可却忍了下来,体内的杀鸡怨气已极为强烈。 还有你?梦浩转头,看向那位第八至尊。 第八至尊深吸口气,反倒微微一笑,向着梦浩一抱拳,一句话也没有说。 看到这第六至尊与第八至尊如此,梦浩皱起眉头。 他这句话有其用意,这第六至尊从之前就主动来招惹,这件事情在梦浩看去,必有端倪之处。 被我如此言辞许斥,居然还能忍下,这二位的身后,会是谁呢? 梦浩若有所思,他这一生经历了太多事情,看透人心。 对于苍茫派的四大九元巅峰强者有所了解。 知道这四人里除了苍茫长教外还有三人,其中一个他确定是自己曾经闭关时遇到的那位沙尘中的身影。 另外两位他没有见过。 目光一闪,梦浩神色如常,看向四周的那些鬼魂,右手抬起一挥尝试着传出了一道意志。 立刻他前方的众多鬼魂全部退后,露出了一条路。 这条路在梦浩看去,正是那条他曾经看到过的没有鬼魂的路。 没有多坐停留,梦浩立刻前行走出,掌教老者在他的身后,其他至尊立刻跟随。 一行人这一次只用了半天的时间,在梦浩的带领下,直接走过了以往需要掌教至尊花费两天的功夫,期间会经历一些危险才可以走完的路。 直至到了这条路的尽头时,他们的前方赫然是那第一片大路。 这片大路上寂静无声,看去时可以看到一处处废墟荒凉。 没有生命,只有死寂。 这一路那些鬼魂都在后跟随。 直至梦浩走到了此地,他们才停顿在了远处。 默默凝望,似乎与这里是格格不入的,没有一个鬼魂踏入进来。 梦浩回头去看,尽管盗墓已经闭合了,可他凭着感觉一样可以感受那些鬼魂的存在。 他的心中泛起一种奇怪的感觉,似乎这一刻,他与体内的青铜灯融合在了一起, 冥冥中感受到了一丝悲伤。 他们拜的是这青铜灯曾经的主人。 现在看来,或许这青铜灯属于那位苍茫老祖。 梦浩沉默,伴赏抱拳,深深一百。 其他至尊都默默地看着这一幕,各有心思。 而在众人与这条路的尽头所在的第一片大路之间,有一座桥。 这座桥飘摇在星空,一头连接着大路,一头连接着一颗庞大的陨石。 这颗陨石似乎不会移动,固定在了星空内,使得这座桥也始终连接大路。 有寒风带着腐朽的味道,在这片星空内传来,来得莫名其妙,似乎永恒常在。 使得那座桥在这寒风里摇摇晃晃,很是诡异。 在这桥外,梦浩转身看向长教至尊,而梦浩身后的苏毅与新月此刻警惕。 他们能感觉到,这座桥上似乎存在了一些更为诡异的气息,让人心神不宁。 又到了这里,这座桥,我们几人曾经看到过两次,这是第三次。 走的不是这条路,而是另一条更危险的路,才到了这里啊。 长教至尊望着桥,神色内有振奋,更有期待。 之前两次,我们尝试走这座桥,可却被阻挡在途中。 最近的一次,也只是走完了七成的距离,死亡了不少麾下。 甚至,就连我们的分身,也大都葬送在了这里。 老九,我们之所以在意你的降临,正是因为你的盗墓。 这座桥,你用你的盗墓去看一下就明白了。 孟浩眼中露出果断,眉心的第三只眼,在这一刹那,漠然睁开。 几乎在睁开的瞬间,他眼前的世界轰然改变。 瞧还是瞧,可瞧的另一端,那片大路,此刻变成了热闹无比的修饰大地。 无数的建筑,无数的修饰。 而那之前孟浩看到的,在更远处的第九大路存在的身影,此刻也更清晰了一些。 他隐隐看到,那似乎是一个男子坐在庞大的椅子上,正凝望着自己,而传出的声音也更为清晰。 罗天为先,不愿让先出,亦愿让妖林。 因妖之变,如天之变。 妖出虚愿,你若死,一切结束。 孟浩心神震动,这些声音只有他可以听到。 此刻听到了妖这个字的瞬间,他心神轰鸣。 半晌后,孟浩双眼一闪,收回看向那模糊身影的目光,落在了面前这座桥上。 此桥在他的眼中,赫然是由无数的血肉,彼此纠缠在一起形成的一条惊人的桥。 鲜血淋漓,触目惊心。 可以看到,无数的手臂伸出,不时掐绝使得这座桥上传出无数的强弱不同的禁止波动。 而在这桥的四周更有一片雾,这些雾内视而露出血色的双眼,带着贪婪,正凝望孟浩一行人。 而更惊人的是那桥下,不再是虚无,而是如深渊。 其内赫然有一个巨人,他长着三个头颅,正在攀爬。 似要从深渊内爬出,视而传出嘶吼,形成了无形的风。 使得这座桥飘摇晃动。 几乎在孟浩看向了三头巨人的同时,这巨人的三个头颅突然抬起,六只眼睛全部凝望孟浩这里。 在孟浩与这巨人目光对望的刹那,他心神一震,有一股灵力的意志轰然而来,似要冲入孟浩的体内。 孟浩眼中寒芒一闪,冷横中身体向前走出一步,神石散开,狠狠一压。 轰的一声,整个桥都在晃动。 那三头巨人发出只有孟浩可以听到的嘀吼,收回了目光。 此桥血肉入城,四周有雾影徘徊,下方更有一个三头巨人虎视眈眈。 孟浩开着第三幕缓缓开口时,他身后众人都神色凝重。 这座桥是通往那第一片大陆的唯一之路,若离开此桥,短时间还可,时间稍长,必死无疑。 掌教老者点了点头,桥上有禁止存在,一不走错,就有可能万劫不复。 即便暂时无碍,错误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后,这里的禁止威力也会不断地增加。 只是在某个节点上,全面爆发,使人无法踏入那第一片大陆。 所以就需要劳久你的,可以看破一切虚无的盗墓,为我等指点走过这条桥的道路。 避开禁止的墙地,即便是一定要床,也让我等所走是那禁止的弱处。 掌教老者看向孟浩,抱全身身一拜。 一切拜托道友,若能成功,感悟超脱之位,老夫承诺,必有道友一席。